中国人拥有一个2000年的计划,要去摧毁美国这个国家。在电视上公开说这段话的奇葩,就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州长诺姆。听完这话,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的表情都有些微妙。美国网友和中国网友对他嘲讽,可以说是铺天盖地。或许美国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。 不管你是智障、疯子、250。只要能得到足够选票,都能上位。以前美国并不是这样的,政治是有门槛的。除了要具备财产等硬门槛,还要看你的学识、人脉、能力、专业等软门槛。 美国政治,只是资产阶级,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。但他们挑选的代理人,必定是精英。其实美国本质上是反民主的。他强调的是自由、自由经济、自由企业、自由竞争。 美国能野蛮生长并成为全球头号强国。与民主毫无关系。不信的话,请那些美粉去问问印第安人。精英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美国在内政外交上,制定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。 但现在美国的政坛上,充满了不学无数的低能儿。民主党有他的政治正确,共和党也有他的政治正确。总之,只要能迎合某种政治正确的人,就有机会上位。 诺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其实她就是一位50多岁农村妇女,没念过大学。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大审。并不是说诺姆从事农业有什么不对,而是她成为州长显然是误入歧途。 1971年11月30日,莫姆出生在南达科他州的哈姆林郡。挪威血统,父母务农,拥有家庭农场和牧场。相当于中小地主,有故宫,农忙时也下地干活。 19岁那年,她从哈姆林郡高中毕业,参加了农民选美比赛,获得了州里的第一名。被授予雪之女王称号,有了一些名气。但她的成绩很烂,整天就是打扮打扮打扮。 在村里招风惹叠。童年她就读于北方州立大学,大学读了一年后。她父亲在干农活时遇上收割鸡事故,不幸遇难。她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。 兄弟姐妹又搬到了城市里生活。所以她妈就让她辍学,回家务农。回到家乡后,她跟当地小伙诺母结婚。所以她后来也叫诺母。 1994年,小两口在自家牧场开了一家狩猎小屋。生意还不错,接着又开了一间餐馆。此时她与政治毫无关系。只忙着经营牧场生意和生孩子。 别说出国,连南达克他州都很少离开。什么苏联解体,海湾战争,南斯拉夫内战。她也没兴趣去看。如果拿她跟希拉里,这种立志从政的女性,相比较的话。 诺母就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农村妇女。然而她的命运却与政治挂上了钩。准确地说,不是她找上了政治,而是政治找上了她。她生完三个孩子后,就住在牧场里。经营着狩猎小屋,她是动物保护主义的坚定反对者。这引起了共和党的兴趣。在接触之后,又发现她能说会道。还当过雪之女王,有点魅力。 在反对堕胎问题上,她与保守派意见一致。共和党需要新鲜血液,尤其是女性。于是,诺母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共和党力推的新人。在这之前,她与政府的联系只是税单和交通罚单。因为无证驾驶、酒驾、超速行驶。她至少收到过26张罚单,还有两张逮捕令。她频频交通违章原因很搞笑。 她会开车,但看不懂很多交通标识。她考驾照考了很多次,因为书面考试通不过。换句话说,她的学识水平还不如中国一位高中生。而且她还讨厌读书。 共和党为了培养她,送她去南达科他州学习。直到2012年,她41岁那年才获得政治学学士文凭。但共和党推她是成功的。2006年,她在州议会选举中赢下了第六选区。 拿到36%选票,成为州议员,2008年连任。然而,真正帮助她上位的是南达科他州的地主阶级。地主阶级需要一位年轻的政治人物,来维护他们的利益。 而诺姆家里又不是令人反感的大地主。她能赢得很多农业从事者的支持。 接着美国农业集团的资金支持下,2011年她又成为了国会众议员。在这期间,她给她的老公送上了很多顶绿帽。 不过她老公也不大介意,没有跟她闹离婚。毕竟她在政坛步步高升获得的利益,要远远高于家里的牧场收入。 她所谓的政治主张就是反环保、反动保、反堕胎。甚至连本州的国家草原保护也要反对。 如果草原保护法案通过,农场主的放牧权将被限制。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。 他马上想跟董王拉上关系,为了表态支持董王。他宣称七个穆斯林国家,违背恐怖分子控制的国家,引起了极大争议。 这时他的野心是当上南达科他州州长。2018年在特朗普的支持下,他挤掉了党内竞争对手杰克利,并在州长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的萨顿,成为州长。 由于州长经常在聚光灯之下,他的不学无术就经常闹出笑话。董王说要禁毒,他就发起本周禁毒运动。 但他提出的口号却是,毒品,我们来了。董王都被这口号弄蒙了。你是要禁毒还是吸毒?美国网友也是一片嘲笑,段子到处飞。但没有关系,他的无知反而让他更有知名度。 他对中国的认知仅限于,中国是南达科他州第三大出口市场,和第二大进口来源过。 重大豆的农民离不开中国。希望中国多多购买该农产品。他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战。但反对将南达科他州卷入其中。 2019年10月,新华社曾对他进行过一次专访。标题是期盼美中求同存异加深相互了解。 访美国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。从标题可以看出,我们对他还是很客气的。把他当成政治人物对待。实际上诺姆对美国历史和现状,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知,就是一位没怎么读过书的美国农村妇女水平。 他真的认为美国跟中国对抗了两千多年。而中国用了两千多年也无法灭掉美国。但可怕的中国不死心,一定要继续想办法灭掉美国。 看起来这位大神很可笑。但从美国政治角度看,他不是很聪明吗?反华求华,现在就是政治正确,有选票的。 被人笑话没关系。哪怕那些笑他该回家务农的美国网友,有一身学识。有什么用,他们能当上州长吗?而他只要能哗众取宠,就能收获更多选票,继续连任。 他的野心还不是连任州长,而是想和特朗普搭档,参选2024。2020年他就想取代彭斯,成为副总统。为了这个目标,他跟特朗普的竞选经历发生多次性关系。 以便探听到特朗普的喜好,提升自己对特朗普的影响力。因此他让自己的老情人希尔兹滚蛋,装供莱万多夫斯基。通过这条线,他成功进入了特朗普的家庭圈。 去年他扬言要起诉爆料他性丑闻的记者诽谤。但对方表示自己手里有实锤,欢迎起诉。到现在他也不敢告。也就是说这样一位无知、狂妄、贪婪的美国女政客。 居然有希望成为美国副总统。美国要跟中国斗下去,那就尽管来好了。反制、极端、无能,是美国当下政客们的普遍现象。我们不想跟他一般见识。但他非要缠着中国,攻击中国。 就这水平,他们能跟中国斗出什么结果。最后送他一句话,或许这可以当成中国两千年前。就想要灭掉美国的证据。 犯我强悍者,虽远必诛。